嘩你有沒有看過 XX的相機突起 是甚麼親東西來的 你看看你有沒有拍過 嘩XX的 CAMMAN說吃到看見殷果 嘩我吃到想哭 嘩這張單 我可不可以不付錢 千日元啊 吃到想說髒話也有第一次 我是吐草啊 我叫薯仔臭啊 今天帶大家來吃餐廳的食物 這間鑽石山你看到也不懂得讀的 歐斯 感覺上場景蠻漂亮的 跟朋友分享聊聊天 環境也算舒服 很適合打卡 想說明這條影片是非廣告自費 為何過來拍 因為看到網上食評很兩極化 一邊讚到天上有地下毛 說他很好吃一定要來試 是否打手還未知 另一邊就踩到 不值這個家很難吃 以後不會再來 今集我是偵探波 有我的偵探胃 帶大家試試是好吃 還是流螺鹽 時間的關係剛剛才拍完Boyo劇 我們才等到最後一刻才拍片 我們很爽快點點了三個主食餐 焗龍蝦全日早餐 炸德國鹹豬手半自家酸菜 最後一個是石板加拿大 3A10盎司肉眼扒 但甜品我叫了一個 每天限量只有12份的 奧斯蜜瓜雪山熱香餅 名字很厲害 真的有半個蜜瓜 裝著熱香餅 但限量只有12份而已 男人還叫到 這天內賣不到12份 還有一個特別菜單限定的 就是麻薯鑊仔雪山熱香餅 另外還加了一個 很長的 吃十幾二十個字 迷心芝士流心蛋 燒南瓜窩拌脆皮單骨雞翼 看來這頓很趕急 真的很趕著下班 你順暫的甜品主餐小食 全部一次過出來了 但現在連山門還有半小時 所以你預料到最後才吃這間餐廳 你一刻只吃一個主餐 一刻只吃甜品 不然你就不要想著可以順著 因為現在甜品比主餐快 湯我都不試 湯嗎 要不要喝一口湯 湯也不夠熱 不會是濃郁 南瓜味也沒什麼 喝了幾口之後會覺得調味有點稠 有點粗粗的感覺 剛剛我今早又吃了梳芙尼 可以比較一下有比較的傷害 這個就是雪糕窩仔麻糬 蠻冰火的 很熱的 因為因為耳機暖暖的關係 半溶化的感覺 如果以麻糬的口感去吃 它就好像失望 還有梳芙尼 它像海綿蛋糕底的梳芙尼 這顆雪糕是普通的 這次吃的反而是像空氣錦蟲 這個不是空氣錦 奧斯麥瓜雪山熱香餅 什麼事 蝦麥瓜上面放了很多星星翠片 我又吃了早餐 我覺得像芝士蛋糕 像芝士蛋糕多於像梳芙尼 打卡只有一個漂亮的 蜜瓜吃不吃的 我沒理由不吃過那些 梳芙尼可以走到一旁 但不需要收工 然後到名字很長 我不懂得再讀了的一個小吃 我先試單骨雞翅 沒那麼煩 炸得好像西蘭花一樣 已經乾了一點 沒什麼醬汁也不夠脆 空氣炸鑊東西 然後到芝士流心蛋 但我捉不到芝士 芝士已經硬了 怎樣吃好呢 這樣慘了我怕它爆了 它爆也不流心 它是爆漿蛋 它在哪裡流 它沒有流心 打不成這個 藍瓜味也沒有 可能它是藍瓜還藍瓜 只被你當成容器裝著 我剛剛吃到一口芝士醬 不知道自己吃什麼 剛剛看到這個菜式很多東西 都好像死了 料好像放了很久 不是新鮮焗起 不是炸起 然後龍蝦上面的芝士 又好像一塊乾了的化石 唯一最香就是豬愁 但炸得皮好像偏洞 剛剛看到它的薯條 為什麼會放在薯條的底下 肉汁就弄到它淋了 薯條就不脆了 還是本身已經預料薯條不脆 所以就放在盒子 不回我時了 是肉用到薯條不脆 有啊 很大了 CAMMAN說吃到看到有殷果 看到在薯條上的殷果 可以試試試 它整堆薯條粉還沒熟 白色的你確定 哇想起那個知名的Youtuber 原來吃薯條是這樣的味道 它又不脆 它沒有鹽 但它有油溢味 它就好像放在家忘記放在雪櫃 然後晚上我還在 200元的薯條不是賣這些吧 我旁邊老麥都好像好吃過它 你看它是否特意掩飾薯條 原來有些薯條 有些白色的東西 就是炸不暈或是未煮熟的位置 你看薯條皮白色的 像山斑的 不能吃的 趕下班是不是 張丹叫了五成熟的 它一點血水都沒有 整塊是全啡色的 這裡五成了 五成了 五成了 有些汁去掩飾一下它 嘩 鞋帶 它最近大到 它從韓國筋到來 這餐食物是不行的 菇吧會不會最好吃的 有些菇 但是菇沒有味 不然會用的 好 再試一下粗手 我應該最期待是這東西 粗手呢好鹹 你個神明都順的 吃完整個 但我覺得吃兩口已經很… 很重鹽份 可能我直接丟進龍頭 就用黑丹炸出來 13分鐘 不搞定 再試一下薯仔 我波子拍攝這麼久 都不挪費的 但這個薯仔 還捨得臭 這個薯仔 我吃到想哭 中途休息試一下杯飲 有一個很美麗的杯墊 在餐廳中我最欣賞就是它的杯墊 熊仔蜜天年 我們現在晚餐吃伴侶食 龍蝦最貴的 全日早餐 看看龍蝦如何 龍蝦正常新鮮一刺 應該是整塊肉出來的 但都可以的 都可以出的 出到半塊的 它是不是益達牌的龍蝦味香口狗 它是韌韌的 不新鮮 沒有汁 乾真真 好像沒什麼龍蝦味 很難吃 哇 龍蝦令到我犯錯 我拿了蝦膠出來 我先試一口蛋 我的美食應該是很滑的 炒蛋好像外面的食物 餐廳的標本 很硬的 怎麼打都不爛 它可以做新的模型 模型餐廳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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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過炒蛋整個焗起的 我好像在吃煎蛋的口感 質感很硬 很實 一點水也沒有 一點汁也沒有 那塊菇就焦了 焦了 嘩 什麼事 味道還可以 最好吃的咖啡 好吃的龍蝦 好吃的牛蝦 但它的賣相真的好像坑渠蓋 嘩 腸真的沒有味道 只有油 所以我也是會打包它 證明我不會浪費食物 除非那些壞了不能吃 前來我沒試過 一部機一滑下去 38分鐘就已經拍完試吃 一千元 我吃了樹筋 石頭蛋 變臭的薯仔 沒有炸過但有油溢味的薯條 什麼東西來的 你看看你有沒有拍過 嘩 很臭的 它的茄汁豆是 好像化學研究所那些 真的發出牙的顏色 你看它的豆變得好像變壞了 它好像生豆加汁多點 沒見過沒有茄汁的茄汁豆 可不可以不付錢 哈哈哈哈 免得坐人來下班 所以我已經打包賣了一宗酒 整座餐單大概是一千元 但吃完之後我真的想說粗口 你看我們一吃的所有食物 大部分都是 搞不定 連炸薯條也難吃到這樣 豬手還可以接受 蜜瓜也好吃 因為它本身的蜜瓜是漂亮的 其他要煮的東西 嘩 真的搞不定 好難吃啊 就算這麼難吃也好 我都會拿回去消滅了它 但剛剛一次過 十分鐘就馬上來了所有東西 然後很多東西 要麼未煮熟 要麼煮不好 要麼放了很久 嘩好難吃 三個人一起吃 大概一千元預算 不是算很貴 但也不算便宜 都沒可能吃到一些 比普通茶餐廳的質素 我覺得吃茶餐廳那塊 比它更好 我覺得Last Order 不是藉口給客人 給這些食物質素 你既然給別人入座 可以做到Last Order 即是有能力 做到最後的一餐給客人吃 而這不是一個藉口 你不想煮啊 你說啊 你換一些現成一點好吃的 都不是強行想過這樣的餐給我 嘩 好失望啊 有一樣東西好的要讚 它餐廳樓面的職員 是很有禮貌的 很服務態度 是禮貌的跟我們說 快要走了 但它沒有硬性趕我們走 但廚房腦真是很… 我不知道它是故意 還是打算收工出來 有兩個廚房腦 特意坐出來 坐在旁邊斜對面看著我們 可能CAMMAN2號3號看不到 因為我的位置對得正 它是看著我的 它這樣坐在那裡 衣服就寫著Chef 肯定是廚師來的 正常你收工廚師 你一是裡面撿東西 一是換衣服 你沒有人坐出來 特意看著你 很明顯一是他聽到我們說 那些食物難吃 但我真的很不滿意 我真的不明白 你想怎樣 你走出來這樣坐在旁邊 你又不是出來吃東西 又不是出來煲煙 又不是出來做什麼 又不是換衣服 又不是趕下班 兩個廚房佬 對啦 廚房佬這麼有空 進去專研廚廚 煮好一點薯條 臭薯仔收起來 看 出得這片我已經被人拼擊了 但因為我是真心 真的這樣 我不是黑他的 不是抹黑他的 我是怎樣服務 怎樣付錢 就是這樣 106元 我打包回來 自己再煎一煎 就好多辣 香好多辣 其他CAMMAN回到去 吃完後肚子痛 肚子痛 肚子痛 結果All way breakfast 薯條 我應該會再煎一煎 或者再看一看 本來舊菇全白色 好像沒煮過 現在煎一煎才是正常的顏色 大佬 趕下班也不是這樣 都給了一千元 轉頭回家還要自己煮 再煎一煎 繼續加黑椒 調味 雖然本身已經沒有肉汁 已經是全熟 但也不想浪費 薯條再煎一煎 其實也很香脆 不過有一點不健康 但至少我不想浪費食物 你看薯條炸完後 應該有一點點顏色 是啡啡的 應該是香脆的 有油的 但薯條是沒有油的 所以我極度說你 是微波丁出來的 All day breakfast 拯救成功 剛剛還試了一塊蛋 原本很硬的炒蛋 現在變成一煎 外皮脆了的芙蓉蛋 最起碼現在是出煙的 還有很香牛肉味 現在薯條的刺渣過 是金黃色的 昨天是全白色的 還有一個港兩窩做到的東西 一千元吃的那餐做不到